香港特首梁振英罔顾愤怒的民意 到现在仍拒绝解释 不向香港电视发出免费电视牌照的礼句 导致最新的民调显示 其民情指数再创上任新低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的 最新民情指数为62.2 比本月初大幅下跌11.9 为过去20年来最差的一个百分比 也是特首梁振英上任以来的新低 调查分析指近期免费电视牌照事件 与民情指数变化息息相关 梁振英在主持经济发展委员会会议后 被传媒再三追问 仍然回避交代电视发牌真相 只是吹嘘发牌的正当性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